但你再來看到 也是源源相報 而且是權力鬥爭 是在香港警政署當中 韓戰第二級 警隊不能讓任何人打亂我們 優良的鐵班部署 李家進也是其事 他後面一定還有人 他不只想對付劉傑輝不簡單 劉傑輝一個是現任處長 不正當使用職權 現在的香港警隊 不輪到你作主 如果劉傑輝可以繼續做你們一頭 我就不要李民笨 我只有覺得有個提示 Stop and get out 這部韓戰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每次經過那個台北公車站的暫停旁邊 每一個都是梁家輝 每一個都是郭富城 每一個都是周潤發 這部電影聽說在今年暑假當中 票房不錯是嗎 對 這是暑假第一大黨 華語片的大片 目前在兩岸三地都開出高票房 大陸已經3億人民幣破了 台灣5000萬台幣 香港也是2000萬港幣以上 三天就有這麼好的數字 那個高票房不見得 真的是好看電影吧 這個電影其實有引發 不同的反響跟反應 我自己認為台灣的票房 突出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卡斯太夢幻組合了 梁家輝 郭富城 周潤發 還有我們的彭于晏跟楊佑寧 好久沒看到楊彩妮 對 這都是 還有周唱 周個筆唱 還有什麼李志平 太多太多演員了 所以你說我們台灣的觀眾 是因為卡斯去看的 題材收手而已 沒有 第一集當 韓戰第一集是經典之作 第一集就是很好 經典之作 第二集其實很多人看了 會覺得說 其實打戲好像不多 這個第二集其實文戲很多 就是大家知道 韓戰就是香港警政署裡面的 署長 署長跟副署長 他們這些權力鬥爭 內部權力鬥爭 郭富城 梁家輝 梁家輝這集本來退休了 可是郭富城的妻兒被俘虜 被擄人勒俗 然後被殺害 造成了梁家輝再度復出 因為跟他的兒子彭宇彥 之前第一集的 這個求車的結案有關 當然又再一次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狀況 鬥爭 權力鬥爭狀況 講為什麼這次電影 大陸跟香港的評價非常高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這部電影 因為你知道最近這幾年 很多香港電影 包括獨立製片 他加入很多政治因素在裡面 很多香港導演認為 大陸跟香港的關係 有一些狀況 把一些對於政治的不滿 政治的訴求放到電影裡面 但這部電影 它卻被認為是 高度的政治是正確的 這次是標榜完全的港人治港 那是不可能的吧 沒有 但是你要知道 電影當中會出現 因為這部電影 全部講香港警政署 內部的鬥爭 然後沒有任何中國的黑手 在幕後操作 完全沒有人伸進來 那香港一定很喜歡看 大陸跟香港都認為 這部電影標榜的是政治正確 港人治港是非常 這是政治正確的 港人治港 就是他們50年不變 這部電影是完全標榜了 這個整個的司法 整個包括周润發的律師 整個法律 警政這些東西 全部是香港人自己可以控制的 完全不需要大陸的這些高層 來涉入或來指點 充分的港人治港了 但事實上不是很多幕後 會所會出現嗎 這也都沒有出現 其實沒有出現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剛剛講了這個狀況 反映在今年有一部 很矛盾的電影 而且是一部對大陸 一部視為是洪水猛獸的電影 叫十年 這個電影台灣馬上要上映 好像是五部短片合在一起的 對 這個電影今年初 3月4月拿到了 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 造成了整個金像獎被封殺 造成了金像獎主席爾東昇 被很多香港的其他的金像獎成員 黃百民攻擊 為什麼 分成兩派說 為什麼要讓這種電影得最佳影片 但這次這個電影 爾東昇說因為金像獎的精神 他們全部是獨立的票選 他們是業界投票 所以他無法控制 哪一個電影會得到最佳影片 所以爾東昇被請去喝咖啡 被 當然被請去 因為爾東昇的電影 路人甲 路人 我是路人甲 去年還是大陸非常好的一部電影 今年你在當主席狀況之下 就讓這個電影得最佳影片 大陸非常頭痛 這個電影全面被禁 我剛剛講台灣即將上映 8月份嗎 對 而且這個電影 如果今年金馬獎 有任何的入圍提名 台灣金馬獎一定也是被禁 我很好奇 這五段當中我知道 其實都不是什麼知名導演 也不是知名的卡斯 可是他竟然可以引發 這麼大的迴響 他到底演什麼 好 他的五段 當然有三段是 強烈的政治訴求 他這個不定十年的意思說 他預言十年以後 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 有五個從不同的角度 十年後香港怎麼樣 對 但是有一段很可怕 這一段是完全是最讓大陸的 那是港獨 但這個就是他的洪水猛獸 另外有一段我覺得 他其實就是很強烈的控訴 另外有一段講的是 國安法推行不易 然後怎麼樣 因為大陸要推行國安法 香港市議員他們反對 結果他怎麼樣 上面的黑手 上面的最高單位 包括政警還有單位 就買通了香港的流氓 去在一個香港民眾跟立法委員 同歡的一個晚會 中秋節晚會上 去把 用流氓把立法委員給暗殺了 這個有政治化效果 造成香港的暴動 社會的動亂 因此要強烈的推行國安法 這些我覺得太政治了 到現在為止 當時有人講回歸以後 就不講廣東話了 講普通話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如果你去香港 你打開電視 在街道上 廣東話仍然是主流 有 還是講廣東話 當然 你韓戰二 是全部廣東話發音的 香港電影全部 純港片 全部是廣東話發音 好 這個電影講的是 十年以後 香港的計程車司機 如果你不會講普通話的人 就被貼上一個 非普司機的標籤 你一說十年之後預測說 香港人會不講香港話了 沒有人會講 全部講普通話了 你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對 但是他的司機就說 如果你是非普司機 你就會受到歧視跟排擠 你就抓不到生意 然後你就會有各種狀況 我要跟你講 我要用實際例子來舉例 我今年三月大陸 在香港要看一部 最轟動的電影 叫美人魚 這個電影是周星馳導演 是香港的導演 但這部電影 是個標準的大陸片 因為從主角鄧超 包括演美人魚的林昕 還有我們的羅志祥 所有的演員 都是講普通話 他現場收音 是用普通話發音的 包括徐克去客串 他的嘴唇都講普通話 美人魚台還沒上 還沒上 台灣不能上 因為沒抽到標籤 但愛奇藝已經獨家首播了 這個電影 就是個標準的大陸電影 全部發生在大陸 全部講普通話 只是香港導演是周星馳 好 我三月在香港 要去看美人魚的時候 全香港找不到一個烤杯 是講普通話的 全部配廣東話 意思是香港人還是喜歡看 配廣東話的大陸片 也就是說大陸片進香港 全部要配成廣東話 否則我不要看 對 也就是說 如果我要看原因 我除非過羅浮宮 到深圳去看 香港我當時在時代優衣廣場 你知道一張票多少錢嗎 合台幣500多塊票價 我看到居然是一個配音的電影 也就是說 他們對語言的保護 是到這種程度 而且大陸並沒有強制 你不能講廣東話 你的電影 而且你還要把我們的大陸片 去配成廣東話 那你怎麼會告訴我 十年以後 這個地方是不能講廣東話 那很難怪 其實在我們台灣 很多巴黎黨連續去講台語 大家還是很喜歡 明明在這裡 就是方言 我們的文化 其實兩岸三地的政治情形 真的很敏感 你看像代理人 現在傳出說 趙薇要拍那部電影 沒有別的愛 本來要挑代理人當主角 現在好像也因為說什麼 他支持什麼太陽花學運 對 他要被換腳 所以你看 其實大家都在看 自從我們大家看 當我們換了 改朝換代 小英政府上台之後 到底兩岸之間的這些 文化交流 電影 影視交流 會不會有改變 目前一開始大家看 是風平浪靜的 而且會看就是說 你看電視圈的人都說 我們有更多的論壇會舉辦 因為他們認為說 民間的這種活動 千萬不要讓它停止 要更多 可是你看 其實慢慢慢慢的 除了來台的路深 路客 減少之外 影視圈其實慢慢在發酵 你看代理人這個例子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個第一槍 要求選邊站 第一槍了 第一槍 就是說你不要那麼明顯的 選邊站 但是如果你是去 剛剛我講十年這種電影 如果你是去支持十年的 那你就慘了 因為十年對他們講的 洪水猛獸 那戴力人來講 他是支持太陽花學運的 他們當時這個片商 沒有別的愛 是趙薇第二次當導演 自青春之後第二次當導演 他選了戴力人當男主角 事實上戴力人這兩年 中國拍了很多電影 不是男一號 但很多都是二 三或配角 可是一貼標籤說封殺就封殺 因為這次共青團 把他在太陽花學運 那一次的事情 全部講出來 他們這邊方就說 好 請你表達一下 你對於這個事情的立場 還有你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戴力人他無法 因為他台灣事實上 支持太陽花學運 他大陸那邊不能去否認 這個事情 因此他被認為是態度模糊 一模糊之後 這電影還沒拍 大陸的網民已經開始要 聚看這部電影了 他不得已馬上 只有撤換男主角 這部電影是戴力人 當男一號的電影 第一 blue iii